大家好,歡迎回到新的雜誌影情報室 今集就不是講器材,就想講講一些我用的新的軟件體驗 希望大家都可以隨著我的螢幕去看到整個新的軟件 大家看整個畫面很黑,不知道是哪款 其實如果大家看看,這次是介紹有關DXO一套新的處理Wall的軟件 只是處理Wall 其實它相對於Photoshop和其他Lightworm、Capture One有少少不同 Pure-Wall整個流程就是幫你優化Wall的一些屬性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處理Wall的軟件很多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Software 但是Pure-Wall能夠結合鏡頭的模組 結合銳利化的控制、AI的分析 令到你處理完的檔案其實都是一個Wall 當然你需要出了Photoshop也可以 但是它就會計算到一些很微細的細節 令到整件事就會更加精確,還有Wall 即是它的鏡頭好像令到你明明有一支比較普通的鏡頭 然後就升級了做了一支很厲害的鏡頭 一起來看看 那我就嘗試說一下它有些基本的功能 那其實整個DXO Pure-Wall它就是很簡單的 它就是把你加一張照片 那它做了呢 基本上呢 就很要你去Photoshop 選一張照片之後 Photoshop 這樣就可以了 是啊,就是這麼簡單 那它當然有些屬性給你教 例如你看到它是普通的high quality prime deep part 那這裡就會說一下prime和deep part 就是它會 prime就是普通的計算方法 那還會將整個畫面分析 那deep part就會再用AI深度學習的方法 它會令到呢 學了你那個處理方式之後呢 那它之後下一次處理同類型的檔案 它會更加有進步的 那當然那些prime就要計算比較久 那它通常會有一個很準確的顯示的時間給你看 例如這個是三分鐘啦 那如果你說想不想那麼久的 那就是兩分鐘左右 那正常來說呢 其實呢 我沒多慢呢 那正常來說 如果你的手機快一點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再好一點的 那輸出的方面 因為有JPAD和DNG格式 那變成 如果你是魔入的 然後DNG出的 那Photoshop開的 都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那如果你是急的 那就用回JPAD 那另外呢 就是選擇哪個輸出 就是這樣了 那 那 未做輸出之前呢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 那其實它有一個特別特色的地方呢 它就自動會幫你detect 你那張相片 是哪個相機拍的 還有哪個鏡頭拍的 那像我這個case 那就是Pentex的K1 Mark II拍的 那然後呢 另外呢就是 我這支鏡頭是28-105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就是K1那支KID鏡 那就 又效果又不是好又不是差的 那但是就 牽涉到很多問題的 那以往呢 如果K1呢 未Tune 即Firmware比較舊的 那就有機會 這支鏡呢 可能在105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點點 就是那個Quality不是那麼好 或者那個Focus呢 不是很適合的 就是要去AF微調的 那Tune了之後呢 就 就是 105那邊 但是28那邊 又有一點點走焦的 那因為K1是做不到 就是 分開不同的Y angle段 和Tele angle段 去做調焦 那所以變了呢 就會有一些問題了 那但是 你經過這個 software 去調整了之後 然後呢 無論那個鏡頭的變形啦 陰影的位置啦 所有的地方 都做得比較好一些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分別在哪裏的 那另外 那我現在cancel了它先 那也都可以呢 預先去看回上的Preview 那我只不過要按大 那它一直在做 那這裡有幾個模式的選擇 那就是1比1的Preview之後呢 裝上呢 你看到呢 那如果我動過Cursor呢 這個位呢 就會是有些分別的 那如果我看 那再明顯一些 那正常來說呢 那未計算那個Wall呢 它是比較 那些樹比較鬆散一些 那但是計算了之後呢 那大家會看到分別 那我可能用一個對比窗 那它也都有一個對比窗的模式 那計算了之後 那些樹是比較sharp很多的 而它顏色呢 都沒有什麼特別動過的 那未計算 那未計算了之後 是不是差很遠呢 那變得另外 那好像感覺上 令到整支鏡頭的 那個解像力和upgrade 那它又不是 就這樣做一個sharpening的 它是真的 完全去將那些細節 好像近來 就是我自己試用的幾套軟件 TOPAS的Deloyce Pro 那接著 Fullshop的 就是 Camera Wall Part-in的 這個Superman Solution 其實都是用同一個原理的 那我也很建議大家 可以用一下 這類型的功能 因為真的 你令到整支鏡頭 是提升了很多 那未計算之前 這個手柄 其實有一點蒙 就是100%放下去看 那但計算了之後 所有細節 它會出來的 那再看剛才那個 logo 那未計算之前是這樣的 它會出來的 是很明顯的 是很明顯的 反差高了 還有create 那燈也是 車頭燈也是 好啦 那又看看這堆樹 那通常呢 背後 在招外的樹 會比較明顯 那未計算之前 是這樣的 一堆東西 就是好像 有一點蒙 那算了之後 你看這些 葉的紋理 所有東西 所以這類型的軟件 最耍加的 就是會將一些 contrast的東西 去提高 去將微細節 提升 那令整支鏡頭 出來的感覺 是真的 很銳利了很多 或者真的要一個 很貴價的鏡頭 才可以做得到 類似的效果 那所以 就是值錢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時刻 只是讓你 preview 到整個 拍攝資料 就是什麼時候拍 那檔案 是怎樣 那接著 就是 快門速度 是還未正式處理的 那我們就現在 看看那個鏡頭 就是看一下 這個收費是怎樣處理的 那首先 下一個照片 那按 process photo 那去回剛才那個 那我選 Depower 那它這次 會用 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去處理 那等它處理 那我 其實 你就可能會問 它下面有個 處理的進度的bar 那三分鐘的時間 來不來呢 那其實接下來 這個收費都應該 我知道它會對於Mac那邊 有Mac的支援 那應該會快很多的 那 但是 Anyway 就是 戰物鬥窮人 我暫時沒有 所以沒辦法 那但是呢 你見呢 即使是一部普通的MacBook Pro 那其實它 真實處理的時間 大概分幾分鐘左右 那我就覺得 其實如果那個 workflow 是OK的 例如我試過呢 我通常是拍完照之後 我呢 慢慢這樣去 將大概 選了相 一定要選了相 因為這個收費呢 你不要把相片都放下去 處理 可能你又 即是拍了一百七十張的 那你可能呢 選了大概 四五十張相片 是真的比較好的 然後一次過放下去 然後去吃飯 洗澡 那一會兒回來 就OK了 那處理完之後呢 其實呢 它沒有什麼改動到 顏色的 也都沒有什麼改動到 一些加鹽加醋 或者一個效果 那樣的 但是呢 它就會整體幫你提升了 整個wall 那你就我覺得 export完之後呢 再進入傳統的 workflow 例如是 Lightroom 啦 例如是這個 即是 Photoshop 這樣去處理 那效果就會明顯很多 那我 其實剛才說過了 最近都有幾套 software 是做類似的東西的 那我都會輪著 會幫大家去做一個review 例如Tompass的Delois Pro 那 還有這個 Lightroom 剛才說的 Camera Raw的 一個Super Resolution 那它都是會把一些 即是相片的 那個微細節 會去變大 然後去優化 那樣 那剛才你大家都看到 其實呢 這類型的 software 就跟傳統的sharpening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傳統的sharpening 是真的 只是sharp了某些 準招的位置 整個畫面 其他不準招的位置 就會比較生硬 而這些 software 就會捉到一些 整個畫面 就算是招外的微細節 它都會慢慢去處理 那變成 出來回來的照片 那個質感 所有的東西 就不會說很硬 即是不會說 它sharp得很厲害 很厲害 不會說很誇張 但是你明顯 感覺到這張照片 是戒手了很多 是sharp很多 那我們其實 攝影人 有時候很堅持 很重要的 就是這一個 即是這張照片 要很sharp 要很保持很sharp 那所以就 這類型的 software 可以幫到大家 那你就會問了 值不值得投資呢 即是其實整套 software 所以現在呢 我在臨做未推出之前買 那大概應該790元港幣 那但是現在呢 就推出了之後 那它收回正價 1,150元港幣 那我覺得都 相對於其他牌子 的 software 例如我剛才用的 TOPX的Denoise Pro 那我也有的 那一套就大概79元 即是790元港幣 那其實都是稍稍貴的 那但是它又有個好處 就是它 我試過很多不同 特別的軟件 那它的鏡頭呢 它的模式都有 例如 即是 你知道我用Pentax 那比較冷悶一點 那它都提供了Pentax 的鏡頭的模式 那還有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鏡 即是例如我 也有騰龍的2828 那一些 即是新的E-mount的鏡頭 那它也有一個模式 那它也有一個模式 在裡面的 那變成做那個 變形矯正 所有東西都比較好一些 那還有呢 就直接一些 就算沒有呢 它也會盡量幫你去 去學習 去因應那個Final 自己去做一些調整 那所以這一樣東西是抵贊的 都是不錯的 那現在還在做著 大家會看到它其實都 要一些時間的 那與此同時呢 我部電腦呢 即是我部電腦呢 本身呢 一開 因為其實都幾 擅長CPU power 那所以你會發覺 你都聽到風扇聲的 那還有 整套軟件呢 有個好處就是 其實那個learning curve 是很低 即是變成你不會需要 很額外去學習啊 去令到它 即是可以很複雜地去學習 那跟普通傳統的 那些軟件 例如Face One 那些東西 會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Face One 那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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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要去學習 好了 那完成了之後呢 那跟著你會見到 有個畫面 那就可以叫你看一下 結果 那應該是剛才 模擬仙物來的 那個畫面出來的 那你會看到整張照片 整體來說 反差 細節程度是推得漂亮很多 還有顏色是自然很多的 那還未推 陰暗位和高光位呢 是做了那個調整 那還有呢 放回大了 所以 處理了和還未處理的部分 也都很明顯 那還有呢 那個 就是指邊的問題 也都會修正到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 這套軟件的一個優點 那處理了之後的 它就會有顆星星顯示 那還有呢 就是剛才說的 整套東西都沒有什麼 特別好教的 那你就會發覺 基本上呢 例如Deep Time的 Acceleration 它就只會教你 要是用CPU 要是用那個GPU 那所以 它會顯示出來的 那沒有什麼特別的 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 這套軟件 是 都適合大家用的 那它完了之後呢 它會告訴你 你可以直接 將那個檔案 Explore Photoshop 那一開那個 那個 File呢 那它就會自動 去回 Photoshop那裡 去 給你去 Edit 那個檔案 那要一點時間 對 整張出來 那 看回那個細節 那 100% 那你見到 裡面 車裡面的東西 那些水 那 螺絲釘 那些痕 是好了很多的 這個就是 這個軟件的威力 好啦 那今集節目時間 是這麼多了 那整體來說呢 你問我呢 我都推薦大家 用這一套軟件 因為可以 將你的舊鍋 即將你的 沒那麼漂亮的鏡頭 拍出來的鍋 那都可以 出來的效果 多謝各位了 拜拜